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不跟我们见面了 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一个要求 一个挺好难度 咱们来看一个所有的造纸 所有的ID叫做 零下一度的冰冷 最后呢,打的是一个常常空间的品牌 所以说呢,不简单ID 该说不说常常空间这个录像比邮局好 少一个logo,啥也不用挡 之后呢,可以看到呢,一出门 站到了嫂子背后,打了个四侠一六六 之后呢,打了一个呼风唤雨 呼风唤雨结束之后呢 是喷过取耀升级去打追地二三六A 有点危险,然后又打了一个 这个追地的这个队上 队的一个这个追地 然后呢,继续呼水 这几个呼水怎么来怎么说呢 没伤害,就最后这个呼水是 打出伤害了 好,呼水出伤害之后呢 没有选择一个卡枪脚的办法 那这样呢,就是六雷是恢复了个追地 然后呢,继续万件喘息 这个祝国亮,打天王难度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呃,啥 这个这个这个主要输出 还都是万件喘息啊 所以说的话呢 我依然是觉得就是这个方案啊 比较这个按照我那个方案来讲 是最靠谱的 出门呼嘴 留两个,留两个雷听万机 加一个张灵剑啊 防止瞬机跑 然后呢,在左上角跟上角 来回换位置 跟嫂子换体位置完事 这个方案也是行 没毛病 但是呢,这样的话呢 你人物本身呢会多次的跑动 然后呢,看兵啊 找Boss 然后呢,时不时还得能再吐雷 整体的这个消耗的这个蓝量比较大 呃,唯一的不同 剩下的话区别不大 反正埃走累无所谓啊 第一关再开一把就完事 之后呢,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在带来回跑的同时呢 介绍一下这个 呃,投稿的一个地方 各位想有什么素材想发给我的话呢 可以加我的企鹅 371159923啊 加我的企鹅号 你要是畅换空间呢 就发录像号 邮局平台呢 就发这个文件 录像文件 就完事了 其他的平台呢 暂时不知道怎么看录像啊 其他的平台就不整了 然后呢 这个风云带起了 119了 或者是什么 不双满了之类的都行 完了呢 这个啥 这个叫啥 这个最低的要求 是得一臂通关啊 无论打什么难度 好,这里呢 介绍完了一波之后呢 这个瞬机还没算死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玩法之下呢 光跑动就得跑动有六七圈了 而且呢 这个 呃,这个输出的这个频率呢 完全是不内的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方案之上 就差的很多了 然后呢 这里呢 打一个聪顶啊 之后再介绍一下 就他这个素材发过的时候呢 已经说了 说是他打的一个重量的无伤啊 靠着一个运气过的 让我帮帮着看看 他哪这个 要能提高的点啊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 一个水平的玩家啊 咱们呢 按一个水平点提高 比如说呢 他这里是照着无伤的这个水平提高啊 大概呢 就是增加无伤的问题率 对吧 简单的说就是啥呢 比如说咱俩打 咱俩都能无伤 但是我打十把 我能出五把 而你打十把 你可能就能出一把 还未必能出 是吧 所以说呢 两个人的无伤呢 就还有这个区别啊 都是无伤 但是是不一样的无伤 然后呢 这个马王就很干净利落 马王的话呢 转到黄石弓之后呢 框框一定雷霆翻阶 最好呢 是在雷霆翻阶期间 挑好亏雷娃娃 落地如果挨揍 冷亏雷 然后这里来打这个夏侯渊 夏侯渊这个地方呢 是选择卡兵的一个套路 卡兵的套路也没问题啊 因为诸葛亮呢 这个本身 呃四个气 然后呢 你如果会练招 打点连招 如果不会练招的话呢 四七一九就完事了 诸葛亮的九后续也没用 这里先劈一个雷 好处呢 就是等一会儿这个气 你再打连招的同时 可以加气 读气头 站A 对 然后呢 继续 可以看到呢 这个连招还是很稳啊 蹲战之间呢 有一个位移 但是这一下就难受了 这一下呢 连招的一个失误 这种情况 对于这个 像这一下呢 就是没找到怪的这个 呃 也是对怪的一个不了解吧 这个怪的三大破定 三大破定里边呢 有大升龙 但是呢 这个怪起身的大升龙以后 是无敌的 也就是说呢 下回院起身大升龙以后 你去打他 你是打不着的 他就可以打你 这地方呢 逼到了死角 打了一个傀儡娃娃 然后呢 打一波输出 现在这个血量呢 就是能大伪连 大伪连 伪连如果打不了 赶紧劈雷 抓紧劈雷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呃 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雷的时间 没打出来 你过来之后 你说你是劈雷 你还是护水 护水伤害不够 劈雷的话呢 刀兵有可能趁血而入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如果在前边呢 早把这个雷霆万机的伤害 早打出来 少带带连招的伤害 先给四个气用完 然后啊 再这个 研究其他就好了 啊 因为这个诸葛亮 这个前面我也介绍过 做教学的时候 我就说了 这个人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说你在打通关的时候 几乎到每个boss之前 都能打满机 所以说你在boss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气 然后这里呢 这个爆气以后的护水 好处是能百分之百 亲到大狗 坏处呢 就是这个啥 就是这个 这个七桃赛的时候 不好连招 然后这一波的护水不好啊 不好在哪呢 就是你这个诸葛亮的护水 一定要把怪 控到屏幕内 啊 就是控到你视野可见的地方 我指的是打这种 这个无伤的局啊 或者说呢 奔一手这个诸葛亮进血 奔一个诸葛亮进血一命 啊 因为呢 你就奔诸葛亮进血一命 可能一共挨打的下手呢 也就三下到四下就到头了 所以说的话呢 每一下的细节呢 都做好了 就能防止一个这个啥了啊 比如像最后的一下子 别抢 用一个修剑 歪周起手 确保我的招都是百分之百 干对面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好 傻狗 傻狗这里呢 是出门修剑套路 那这个就没什么看的了 他的这个撞连啊 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就可以倒一倒 他的这个连招撞连 是比蹲连要稳的啊 他这个蹲连呢 他是用跳站起来 不是AC起 那样的话呢 起身以后呢 会有一点这个起身的一个缓慢啊 会影响连招的一个成功率啊 不过呢 个人习惯啊 都练熟了 就都一样啊 但是呢 这个方法之上来讲呢 AC起身起身 是最快的啊 又快又稳 OK 这样呢 拿掉了傻狗以后呢 咱们来看仗聊 仗聊呢 选择空一个气槽 这个气槽空的就非常好了 这个气槽你看啊 他主要不是说这个大水的伤害必须打出来 他是好在哪呢 就是我这个水护完了 保证冰清没了 怪是没有小冰的啊 我没有气槽 怪没有小冰 这够了啊 然后这个万剑尽量不要用啊 这个万剑以前 我在做过别的所有的素材的时候 进血的时候 我也说过 这个万剑打张疗 为啥不要用呢 就是你一般念的时候呢 张疗如果赶上他锈剑 你就没地方跑了 哎 这个火锈剑是最稳的 因为这个祝国粮复怎么缺刀剧啊 火锈剑啊 带这个毒气啊 都是可以的 问题都不大 好 这里继续 这运气不好啊 这运气有点背 你看这个张疗 每次从半屏出来之后 他不给升级 因为这个张疗半屏出来之后 要么升级 要么A币 50%的概率 这么多次 得有5次了吧 得有5次没升级 这个运气就是不好 因为你50%概率 4次就已经够背了 3次就是背了 对吧 2次是正好 3次呢 能说得过去 但是连续的5次 那这个运气就不好了 这样的话呢 消耗的道具就有点多了 然后可以看到呢 这个啊 还有个傻狗剑啊 那还行 那三分之一的概率来讲 那还凑合 然后呢 这里呢 还是在用万键窜心啊 用万键窜心呢 可能也是无奈之许 因为他这个锈剑跟毒气 有点少 他毒气前面打猛游的时候用过 然后这里也是跑位啊 其实打仗来要最稳的是勾引的出招 你看这个万键啊 就是你慢慢就会发现啊 摸一下哪下的就会很危险 你看 看盘长 这一下 这个万键看见了吧 这一下要不是说跑得快 这个锈剑就关脸上了 然后好多人说 那不是跑开了吗 对吧 没毛病 肯定是跑开了 但是你就这么算啊 就是比如说 一局无伤里边 还是举那个例子 为啥说他能十次成功五次 可能呢 这边十次成功一次 就算运气好了 原因就是在哪呢 就是他这一局可能会出现十次 这种就是打怪的时候 方案不好 容易挨揍的情况 十次之中呢 可能这个 啪 其中一次中了 无伤就没了 对吧 但是呢可能另外一个人用的方案呢 就是不给怪任何机会 就是怪没有任何打你的机会 我也不能万键 我就锈键 就啪啪就慢慢咳 这就是区别 因为像这种高手的话呢 就算是顶尖玩家了 在这个限制来讲 因为能打速通 能打这个无伤的玩家呢 就是数都能数过来 基本上 虽然说诸葛亮是无伤最简单 但是天王难度的无伤 在当年啊 我玩之前 我玩这个项目之前 还被无数的玩家啊 于是认为是不可能出现在实战里的项目 对吧 然后呢 我当时整完就是作弊啊 然后呢 你看如今 不光是那些所有玩家都能打了 包括那些就是 你看看这下追地就很危险啊 这下呢 就是自己追地没控好 刚才吕蒙出的 得回是那个大钻 他说我出的是原地起飞的小钻 这下必挨揍 跑不了 哎 你看是吧 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出现了一个破定 但是呢 通过运气弥补了 这个就是方案不好啊 然后呢 咱们继续捞 是吧 包括呢 很多这个全黄的主播都可以打了 哎 干啥 这别打了 把这个顾子装好了以后 张力剑伤害已经早够了 这里张力剑既然存到这了 那张力剑就是打鲁蒙的 你每上几个鲁蒙多撞的一下 就是一次这个爱揍的机会 爱揍的可能性 看班长 所以说的话 就赶紧等他起身 撞他一下 对 撞歪了 差点又挨一脚啊 你看班长 好学 这也是为什么他自己所说啊 这就是个运气局的原因 就是很多次都是要挨揍了 然后这个张力剑呢 不好扔啊 得把小兵整死 这时候可以撇了 张力剑实际撇的很好 好 然后最后一个张力剑 最后一个张力剑再一丢 就李蒙就死了 哎 扔啊 这为什么不扔啊 劈雷 这劈雷如果不准 赶上李蒙赵小人 是又会挨揍的 这玩意不是说我邪惑 我给这邪惑 我说的一些呢 都是实战里边常发生的事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给你分析一下 他的想法是拿这个张力剑 防一个出门 103万不奖命 但是呢 无伤的方案呢 已经很通透了 就这个诸葛亮啊 出门弄电数就完事了 所以说这个张力剑是不用省的 包括像他这套方案呢 我给他一个最好的意见 就是啥呢 李蒙出门 湖水的时候就跳张力剑 湖水的时候就扎一个张力剑 因为湖水的时候呢 小兵就跑了 就没了 就死了 接个张力剑 最后收尾接个张力剑 头尾相应 完美的 好 紧接着破阵 诸葛亮的这个无伤破阵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个破阵的话呢 这个电剑 对于后续的清兵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呢 诸葛亮打吕布 无论是破阵还是打吕布都很稳 他这里呢 选择追地 他们这些玩家都非常钟爱追地啊 但是你钟爱追地没问题 哪个版本都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控得明白追地的次数 不然的话呢 就容易出现像刚才吕蒙那个情况 然后他这里打吕布不好的点就啥呢 他不好上线站 他反正 他六六直接往怀里走 就俩人站了个平线 如果赶上这个吕布出一个那个霸气无双 那招 你这个平线就不好躲 因为我视频教学里边经常说上线 上线呢 你这个打完之后 如果吕布是霸气无双 你掉头就能跑 这就是一个小细节点 好 这里是走了个上线 然后像这种玩家就一如我前面说的 就只能抠细节了 大体无论是方案的 还是啥的 还是操作的都有 就是可能这个细节上这块 这个有的地方呢 还得完善 只能靠这个提高水平了 就是打到这个分 好 这里呢 继续抹吕布 这下没有喷火是非常漂亮的 可能很多人不懂 为什么说刚才那下不喷火 漂亮 因为刚才那下呢 诸葛亮这个喷火 手往前伸 你人物的受攻击的这个判定点 他会延长 吕布的砸 在那个位置正好能砸到你 刚才是不喷火的原因 这个东西我不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看不懂 像这个地方就喷火 就啥事没有 吕布砸过来就完熟 但是刚才如果喷火 赶上吕布砸 看完呢 包括这下他都不喷火 看见了吧 赶上吕布砸 我方就要挨揍 然后这下远距离就喷火 这个吕布打的除了这个 没有往上前拉一点以外 一点破定都没有 他这个后城也开始往上前拉了 那这个吕布呢 就算是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就是慢慢磨 并接一对小三连 带走 好 继续 最后给个喷火 好 烧死 还没死 再平拔了 吕布隐身了 走 还没死 这下可别喷呢 扔个啥都行 扔个毒气 给一个平A 可以看到是吧 前前A都跑起来了 都没砸 因为他知道 前前A那下招生免疫 砸不着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一切尽在信中 这个地方扔朱镕 换石头术吗 可以 这个石头术是看啥的 我就没看到打过 我都知道 所辞结束以后 过场结算 像这个水兵空的就不好 看见了吧 他这个水兵 他往台上跳的时候 背后有兵了 天王难度里面背后有兵 是非常容易揣揍的 所以说这个旅盟 这个 旅盟去了 这个水兵空的就不好 好 下来 这个地方呢 先扔移先一后换剑 漂亮 然后呢 报器 然后打输出 打这个陆训 伤害就够了 这里最好别打倒地连 他这里最好是打蹲连 蹲连的话伤害比较高 然后呢 打三套差不多就到点了 该要扔衣服了 换了个兵件 切错道具了 他是想扔隐身衣 不是想切兵件 然后呢 这里还好 他是提前 你看不看呢 就像那种高丑玩家 他隐身衣啊 他不像那个普通玩家那样 比如说我隐身衣一共十秒 我就必须玩的十秒 必须等人现行了 我再扔下一个 像他的话 可能玩了八秒 就准备下一件了 对吧 这就 这全是细节点 然后呢 换成兵件 清小兵 然后再把这个 沙漠克打掉 这样的话呢 等服落完 左侧就跳过去了 你看调石头书了 看见了吧 就一如我说的 我都没看他打过 就是他这一减啊 就能分析出来 他又干啥 然后走呗 再走呗 再走呗 好 你看像那个电书 看见了吧 这个电书啊 就没减上 实际那个电书呢 就是在这关开场了 100连少人不讲命 捡莲花 捡修剑 捡修剑 等左侧下来撇 直接撇也行 但是最好就等左侧下来点 快接近的时候了 这样的话呢 直接结算 啥事没有 省着这个期间 被左侧打 好 许楚 出门上一点嘴角杖 防止呢 第一个嘴角杖 不中被许楚打 然后暴气弹倒 之后呢 给一个毒气 打一个三下A 66A 毒气压制 有点早 这毒气了 但是还好中了 然后继续 这一下有个招式免疫 肯定不能毒气 有个招式累积 肯定不能毒气压起身 等许楚走一波 把这个招式累积去掉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继续连招了 然后呢 打一个护风唤雨 可以 护风唤雨在没气的时候呢 打一个最大伤害 然后呢 利用剩下的这个毒气 就可以把叙数拿下了 还有三毒是够了 这里又爆了一个气 也行 因为打黄盖也不用气 爆了也还有九不 够用的 然后呢 这里继续 再毒气 变了绕键剑呢 这个就有点这个啥了 思路就有点不明确了 这毒气没用了 后边 因为这个注量的这个啥 方案都是固定的 后边的毒气 一两用都没有了 他这里选择个人盾收尾 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一下烧死的这个血量 人盾是基本上是不会出意外 好上来之后呢 先给黄盖通导 就变连了 这下就不应该打了 因为这下打 多打之后我没用啊 黄盖主要就是啥呢 清兵以后的单挑 清兵是首要任务 然后这里呢 要调一个飞盘 因为黄盖的烈火剑盘 如果一直往下催 你应对不了 必须得调个飞盘 他这里在切完兵剑以后 调不调飞盘 我真没注意啊 没调飞盘 看刚才那下就容易出意外 看见了吧 这就是只能在细节上找了 像这个水平的玩家 然后呢 这里调飞盘之后继续 站上剑等克定 小三连 追地 打不打都行 其实无所谓 因为黄盖太傻了 追不追地的话 都是欺负的 这一下应该是累积了 打不上 这一下才是个新的四一 然后追地还有一追 黄盖来了一个火 打半兵 再揍 四一又结束了 好 然后过来 拖半瓶 这下没敢抢 没问题啊 就这下叫不准 可以不抢 因为打黄盖呢 确实 打黄盖的机会太多了 随便罢了 尤其这种长手人 何况带兵剑 最后一追用完 没打上 不追了 过来 这里给个配盘 把他葫芦阻止了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继续 好 给一个半兵的这个火 直接来 再储 再储 然后追地 打不死 还有最后一下 再见了 好 黄盖结束 先别着急走啊 你看一下 这下着急走 出小兵 砍你一刀就翻不上了 看不上 就给了小兵 一个动手的机会 没砍着归 没砍着 然后呢 继续 选择电数打马王 也可以啊 你可以绝章打黄盖 但是这个电数 弄的不好 就是啥呢 左右的小兵都留下了 看不上 这个电数 一定要把小兵处理掉 不然的话呢 这个小兵 这个雷劈的不好啊 兄弟啊 这个雷啊 这个雷得会劈着了 这个雷如果不劈着 刚才看板着 马王那个马边出手 那一下就是挨揍了 包括这一下 小兵都有攻击的机会 这个雷扔的其实 其实真不好 像这地方 你可以把转罩扔了 转罩没用 在转罩的情况之下 用这个电键 一下下处这个越级 就够用了 包括这个啥 女神一 也可以扔一下 因为最后 你如果无限兵稳 女神一是有赋予的 马王这里 可以扔这几个道具 劈雷是不稳的 电数没问题 紧接着黄盖 不是黄盖去了 魏延 他这个气爆的 就特别漂亮 这个气可能很多人不懂 爆气弄黄石宫 漂亮跟他 是吧 他这漂亮在哪呢 黄石宫如果出现 漏电的情况 无论是漏魏延 还是漏小兵 你在说话必杀 他是呼风唤雨 他不会出现 雷霆万机漏电的情况 你懂吧 就是桥上这个魏延 雷霆万机 你有总玩 你就知道 经常打不着 因为他是第五优先 这个雷会先打小兵 后打魏延 所以说这个爆气的黄石宫 是非常可以的 然后紧接着 用酒 满气 喝酒 然后后边方案就清晰了 司马仪 东竹仗金酒 然后曹操 无限兵 没了 毒气这没用 就不缺帅的伤害 根本不缺帅的伤害 呼水 可以 但是这个呼水有破定 就别往左呼 这个呼水 你就记得 如果量的话 一定不要往左呼 然后他这个方案非常好 就除了这个毒气以外 其实毒气也挺安全的 问题不大 但是毒气有点 他偏足了 因为不缺点伤害了 他这里是啥呢 出门空气枣 呼大水的伤害 然后动不出让劲 两次的伤害 然后再打一个 呼水收球的伤害 你看看 用不上了 呼水收球没用上 所以说的话 这个毒气是不稳 你毒气再稳 稳不过呼风唤雨 而且最后 你诸葛亮打曹操 是不用气的 一点都不用 直接就是他打得快 因为曹操没兵 哭哭一顿无限兵 就完事了 好 咱们来看看 最后收球的曹操 选择 动输 回来 招完 有秒吗 铁剑 这没用啊 兄弟啊 你这么打完 一是担心曹操回来 曹操变不回来的话 你不掉血 他半张 所以说这是没用的 除非你能把自己招 招的时间掌握特别精准 要不然这套 实话实讲 虽然是打了半块血 用处不大 因为你主要就是啥呢 最后无限兵 失不失误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主要你能不能 无伤通过曹操 做着看你无限兵 是不是失误 无限兵不失误 不差那点伤害 无限兵失误 你多补那点伤害 他也没啥大用 所以说你看 还是看这个 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弄动输 因为动输咋子呢 你如果碰着背的时候 咱就捞背的时候 你动输一棱 曹操正好隐身 出来给你一刀 打你动输收拾 直接出门就隐身一 无限兵 没有鼻子再稳的 剩下就是 你无限兵手法了 然后这里呢 可以看到很明显 这是过了 因为还有一个衣服呢 随便拔了 随便有了 好 这地方 别往左护 曹操没坠地了 这下护水 曹操重不全 落地给你一下就没了 你看看 曹操没死 还得躲一下 你说万一最后一放松 你还没躲 就没了 是吧 好多人说 能那么寸吗 你又是看过老直播的 你就知道 四围无伤 把曹操打死了 让贴家砍一刀 翻车了 重打 那么好吧 我这本记者朋友 拜拜